我是曹曹康 欢迎你来到 曹曹康时间的现场 这两天一直下雨 也比较冷了 希望明天投票日会比较好 他们说会转好一点吧 会转多好现在不知道 下个礼拜冷空气 会来说最低会到13度 是要注意 美股昨天还好了 也都涨 不过也没涨太多 分层半大体涨1.07个百分点 其他都还好 那台股先是小碟 昨天美国感恩节都忘了 感恩节 台湾比较不过这个 老美因为基督教的关系 所以比较重视 感恩节应该跟基督教无关 对不起 感恩节是美国的 Stancegiving是美国的 跟基督教 基督教是复活节 这种大家比较注意 耶旦节 感恩节是美国的 对想起来只是美国的 所以大家感恩节吃火鸡 为什么吃火鸡 我的印象火鸡不好吃了 但是有人说蛮好吃的 看你怎么做 因为它太大了 那么大只火鸡 你要把它烹调好 烤好 整只鸡要烤好 又不柴 又不生 又不过老 我想那是要点技术 不老美的烤这么多年了 应该是 是有一定的经验 只是 你也知道老美那东西 都不好吃 老美的鸡好吃吗 除了炸鸡好吃以外 老美的鱼好吃吗 也不好吃啊 它就会煮一下 再好的鱼到手上 龙虾煮一煮就拿出来了 给你蘸一点酱 你中国菜那个龙虾多好 各种做法 清蒸的 什么 枪葱的 还有用咖喱的 还有 反正各种好吃 老美很不会做海鲜 那 为什么吃火鸡 好像是他们那个 最早到 New England 就是从欧洲 英国移民到美国的时候 那个冬天 很难过嘛 冰天雪地 有些新英格兰地区 对不对 刚好 觉得都已经 快饿死了 突然有火鸡出现 他们觉得 就跟上的 四的玛娜一样 吃了火鸡 有火鸡 让他们能够 能够裹腹 能够度过寒冬 所以呢 为什么 感恩节吃火鸡 它是有它的由来的 为什么不吃其他的鸡 因为那时候 就刚好有火鸡出现 所以呢 赶什么N呢 就赶这个N 赶上帝 赐给他们食物 那么美国 有两起大规模的枪击 昨天在那个Walmart 还是前天Walmart 在那个卖场也枪击 而且还是店经理枪击 你这很难想象 对不对 就是一般都是那种 其他人不满分子 那个店的经理 你已经当了这个店的经理 你有多大的不满呢 你也把你的顾客给扫射 这太烂了 这一点职业道德都没有 我常常觉得说 你做什么事情 你的衣食父母 还是很重要 对不对 你对你的衣食父母 只要给予一定的尊重 人家是 让你有这个工作的 让你能够有收入的 结果他拼拼拼 就像我说的 比如进程车司机 应该对顾客好一点 为什么 他就是你的衣食父母 那一般的商店 你要对顾客好一点 因为他就是你的衣食父母 你这样去想 没有他 你的收入哪里来 结果呢 这个我骂这个店经理 还拿枪去打人 打死好几个 美国近十天以来 连续发生多起重大枪击案 这个Virginia 我们常常发生事情 Virginia大学 Virginia不只是大学 其他学校也发生枪击 Clorado 同志业 然后呢 到Virginia的Walmart 经理开枪滥舍 很多人死伤了 所以司机员说呢 到现在Walmart员工 开枪的动机还不清楚 但你为什么去开枪打顾客 这奇怪啊 如果对老板不满 你怎么打顾客呢 那是顾客跟你吵架吗 顾客不讲理吗 那也不会所有的顾客都这样啊 路透说 美国人在以传统方式 庆祝感恩节的同时呢 难以摆脱连续发生大规模枪击案的悲伤阴霾 这兔死胡悲了 因为你在美国 你现在真不知道啊 你随时去哪里是不是发生什么 你到学校 学校也可能枪击啊 对不对 你去加油 加油站有些人不满 他也可能枪击啊 你去Walmart买个东西都可能被 不是别人打 是经理打 所以老美 那个情绪一定不会好了 所以枪支管支议题又 再次受到关注 美国总统拜登发誓要全力推动枪支管支 不过报道说恐怕很困难 尤其共和党取得了联邦众议员的多数息次 拜登说他对一再发生枪击案 已经感到很厌倦 应该有更严格的枪支管支办法 或法律 所以他已经tired 已经tired of 已经很frustrated 已经对这些事情一再而再发生 每天去表示很难过 表示谴责 天天讲 老百姓也觉得你在搞什么 但是你看美国就这样 这个共和党 他就是反对你进枪 那你说这个 那不是选举就不会赢吗 不会啊 那选举这次众议院还是赢下来了 虽然没有原来想象的好 但是也赢了 所以老美反正就是分两种 一种觉得说 不应该有枪了 一种觉得那不应该有枪 那坏人枪你收得了吗 你把好人的枪都不要了 坏人枪还继续在那边 政府保护了我们吗 既然政府保护不了我们 我们自己保护自己吧 所以为什么我们不能有枪呢 所以就一半一半的几乎是这样 拜登说 允许执法人员没收 认为对他人会 自己构成威胁的红旗法 不能在全国范围执行 实在相当荒谬 就是这个红旗法 就是说呢 你如果执法人员认为说 这个枪你可能会害到你自己 或者害到别人 就可以没收 但是可能有些州可以 有些州不行 就看你民主党 大概就可以执政的地方 共和党就不行 他认为呢 允许购买半自动武器是不对的 因为半自动武器也可以连发 你如果说是单发 当你在换子弹或是单发的时候 或是你是一发跟一发中间 因为我知道你是单发的嘛 老妹可比我们懂枪嘛 也许我就可以扑上去制服你这样 趁着那个空档 说你连发我怎么办呢 你拼铃啪当拼铃啪当 我根本没有空档 可以上去制服你嘛 所以呢 这个他们就认为说 不应该允许购买半自动 不要说全自动 半自动不应该 但是呢 法律也没过 由于共和党多数人 反对苛刻的枪制管制法案 共和党现在掌握了众议院 明年一月新国会开议 拜登政府呢 他的法案可能会是要受到阻挠 但是拜登说他还会是 努力尝试摆脱这些攻击性的武器 好 那么欧盟理事会主席要访问北京 跟习近平讨论台湾议题 我也不懂他们讨论台湾议题 他们能讨出什么名堂 他讨论不出什么结果来的 只是表示关心 他还要和平 不能改变现状 西方就讲这个嘛 劳工就讲是我的内政 你们这个掏空一中 你们去支持台湾私下要独立 至少朝那个方向 等等 劳工就讲这个 然后每次讲的都差不多 欧盟理事会主席叫Michelle 下周将到北京跟中国大陆 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 有官员透露 这次的重点议题之一是台湾 反正现在中国只要跟欧美谈和日本 反正其他回答 台湾一定会被提到的 台湾已经变成一个大家关心的一个议题 他不来谈 他不谈好像他也对不起他这次的行程 他也对不起他国内的媒体 他也对不起他国内的舆论跟选民 一定要提一下 就变成这样 台湾现在变成显学 但是呢 要怎么解决 好像也没有什么个办法 上个礼拜 二十国集团叫G20峰会 欧盟理事会主席Michelle 终于确定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面会谈时期 Michelle将在12月1日前往北京跟习近平会谈 Michelle在推特发表文章表示说 此行将讨论全球挑战 以及因关优关共同利益的主题 全球挑战 有匿名官员 欧洲匿名官员指出 欧盟各国领袖已经授权Michelle跟中国对谈 Michelle此行议题在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对世界造成的威胁 以及大陆本身对台湾的威胁 在台湾议题方面 当前局势有化解冲突的必要 希望向大陆传递 需要一个让联合国处于世界中心的位置 而俄罗斯侵略乌克兰 台湾可能发生冲突 都是真正的危险 这名官员还说中国大陆不提供武器给俄罗斯 不协助莫斯科规避欧美经济制裁 对欧洲至关重要 经济方面 Michelle已将试图找寻方法降低欧洲对中国大陆的贸易赤字 对欧盟各国来说 如何处理与大陆的关系是当前的重要课题 所以对欧洲来讲呢 也是贸易赤字 对美国来讲呢 也是贸易赤字 就是中国都赚他们的钱啊 就这样讲好了 在台湾赚大陆的钱啊 大陆赚其他国家的钱啊 不过大陆赚的比较多了 赚的多呢 中间大部分都被台商赚去了 所以我说台商很厉害就这边 台湾真是很厉害 默不吭声 默默赚钱 赚很多钱 所以欧洲美国都很关切 大陆赚我们那么多钱 虽然大陆市场很重要 我们也想卖 但是他赚我们更多 其实是这个意思 那么要都关切 所以要降低这个贸易赤字 我是超康 欢迎你回到 超超康时间的现场 好 那么这个乌克兰现在很惨 冬天很冷 那俄罗斯侵入乌克兰 已经入侵十个月了 二月的嘛 对不对 现在十一月快过了 最近俄罗斯用飞弹 去打乌克兰的水电设施 主要是电了 那水电是连在一起的 你电打完 打没有电了以后 那个水就有问题了 因为水很多都要靠 马达拉靠很多东西来抽 等等 那你水力发电也重要 抽上去再把它留下来 去发电 没电就蛮惨的 乌克兰总统周恩斯基说 那持续恢复 在持续恢复当中 包括电力 供水跟通讯 他说这是俄罗斯 输家的报复举动 俄罗斯不知道如何战斗 只能恐吓 其实说你打输了 你就搞这一首 那这首也是战争的一环 乌克兰正在努力 恢复全国电力供应 前一天 俄罗斯向乌克兰 关键基础设施发动 新一波飞弹攻击 导致乌克兰 大部分发电厂 暂时关闭 绝大多数人断电 乌克兰国家能源公司表示 所需花费的时间 比过往更长 因为俄罗斯的攻击 是针对发电设施而来 引发系统性的事故 就是以前的停电 可能它不是有系统的 针对你的发电设施 只是打到了 那就修一修就算 比如说 速配线的线路 或电杆被打到了 然后把那边修好就好 它现在不是 它打你发电厂 打你基础的设施 而且有系统性的打 那就有规划性的打 所以这个比较麻烦 泽伦斯基说 几乎每个小时 他都会收到 关于赫尔松 跟这个地区 遭受攻击的报告 他说这种恐怖行动 在俄军被迫离开 赫尔松地区之后 立刻展开 是苏家的报复 泽伦斯基批评俄罗斯 你们不知道如何战斗 唯一能做就是恐吓 你把我们炸掉 恐吓我们没电 你只会做这个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说 将志愿乌克兰民间 跟军事电力需求 共200多台发电机 以缓解电网压力 目前乌克兰当地气温 低于摄氏零度 在俄罗斯猛烈飞弹袭击下 当局指出有数百万人没电 没暖气没水可用 这是连 你自己想想看 跟人间炼狱一样 这是我们的话 几百万人 没水没电 什么都没有 没瓦斯 没暖气 你告诉我 那个日子怎么过 但是也得过 那你不过怎么办呢 你又能怎样呢 战争就是这样子 所以打到最后 民众很辛苦了 真的是非常辛苦 台股 台股现在跌两点 好那么联合报 中国时报今天头版都在登选选举了 联合报就是蓝绿白拼选前之夜 明天投票 各党的主席都在冲刺 那中国时报是说选前之夜 拼场大沸腾 双北冲刺上看 20万人决战北台北 哎呀怕这个天气了 北台北的天气就不好了 你看那个天气 好像每年到这个时候 大概都类似这种天气 是不是好像都是这样 这两天我就看不少候选在扫街 下雨真的很辛苦 但是呢 还有些候选人 雨衣都不穿 为什么 干脆上演苦肉计 你穿雨衣啊 什么打个伞 打伞很难 你要跟他挥手 你打个伞怎么挥呢 对不对 那如果旁边有人帮你打伞 他就显得你很官僚 还有人伺候你打伞 你自己不会打 但你自己如果打 你怎么挥手呢 所以呢 那就干脆穿雨衣 戴帽子 穿雨衣 有的时候呢 动作就不灵巧 所以有些人就干脆算了 我就淋雨给你看 反正已经到了最后了 就算感冒 生病 也选过了 淋雨给你看 有这样 我昨天看徐洪廷就是 他就说他就干脆脱掉了 淋给你看 淋了全身 湿透透的 等等 我昨天是 这个11点多是赶到基隆 本来说要游市场嘛 等等 我以为会淋雨 就还好 睡觉就回来 我是赵好康 你回到赵赵好康 时间的现场 我讲 这个选举怕下雨了 就说 候选人淋个雨就算了 谁叫你要选嘛 你自己选择的 支持者蛮可怜的 几次我就看下雨 因为你比如说我现在 假如动员 我晚上七点到九点 支持者可能六点多就要来了 从四面各地来嘛 对不对 然后坐那个小板凳上 有些还没有小板凳 像我以前活动都没有 坐的地方 都是站着 因为你在给 给个坐 那个就更 容纳人更少嘛 那我办群众大会 都人都很多的 站都站 都站不够了 怎么做呢 很难做嘛 很早就来 然后如果天气不好 他还在淋雨 对不对 你说就算发个雨 也很难过 那个丝拉拉的 那个脚怎么办 那个鞋子 对不对 像昨天我刚讲 昨天因为谢国良早就约好 他本来要约我去 那个什么庙口上去 那是基隆最热闹的嘛 那我去的时候 我看过他 鱼下好大 我想这下真麻烦 所以我一早出去 我就准备两套衣服 两套衣服 那预备换嘛 你临时的总得换啦 那鞋子就 带了一双皮鞋 一双球鞋 运动鞋 然后快到的时候 我还把袜子给脱了 我想那个袜子 搞湿了很麻烦 你鞋子湿了 反正就是鞋子脱下来 换个鞋就是了 就到了基隆 我想他改了 他发觉下雨 所以庙口 大概会都临时嘛 就改在市场里面 那市场里面 就比较好嘛 虽然地上可能还是湿啦 因为水带进来带 所以地上还是湿啦啦的 但市场里面 就不需要穿雨 不需要打伞 那你走到外面 然后在拜访商店的时候 他们基本上有棋楼了 但你有时候在一个街坡 到另外一个街坡 中间的就打个伞 那就简单多了 虽然没有搞怎么湿 基隆反应很强烈 很热烈 所以我认为基隆翻盘有可能 基隆有可能翻盘 你看那个民众 那个反应的热烈 大概你就可以感觉出来 就是说民众的反应啊等等 那个热情的时候 他非常热情的 你宣传说经过的时候 他甚至在那个家里 家里面 他都把窗子打开 或是站在走廊 给你挥手 他如果讨厌你 或是根本不对你 没有什么特别感觉的时候 他根本在家里不出来 他根本还烦你 你们吵什么吵 吵死了 所以这也是选举人的为难 你到底要不要用宣传车 你要不要站路口 你要不要跟垃圾车 他们现在新招就是跟垃圾车 你说跟吧 你在路口站有多少笑 我真的很怀疑 尤其那个人家不认识你的 你怎么站半天 那么一堆人 他通常不是一个人站 他通常是好几个人 到底谁是谁 而且车子都很快开过去 除非红绿灯 稍微看一下 但是人家都站 你不站 你不觉得心里发慌吗 而且有这么多时间 你选举就有这么多 一天就有这么多时间 你要做什么 你说我这个也不做 我那个也不做 那你做什么呢 那你能做什么呢 对不对 演讲不过天天从早到晚演讲 那你只好站路口了 只好追垃圾车了 最好各种拜访 要不要站宣传车 宣传车哗啦哗啦叫 那有人讨厌你 还真的烦死了你的宣传车 有人支持你 就觉得很好 所以这又完全不同 那到底 现在最近碰到人都会问 那到底怎样 会怎样 大部分现任的 连任都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大部分 我讲是大部分 不是全部的 大部分 那有些是新的嘛 新的就竞争激烈了 你比如说基隆 为什么竞争激烈 因为新的 原来的林又昌认满了 两届 台北 柯文哲认满了 两届 桃园 郑文参认满了 两届 新竹市 林志坚认满了 两届 凡是这种屏东县 认满了 两届 所以现在是新的 凡是那种 认满的 就激烈了 现任的 他还是有现任优势了 还是有资源 而且这样不要做太烂 哎呀 名字就是好不好 凡是 你已经选上你了嘛 你就继续做吧 现任我觉得 比较危险的 就是国民党的澎湖县 我觉得澎湖县危险 凡是危险的都是呢 你出现两个人了 什么两个 不然就两个嘛 就你的阵营出现两个了 就变三个了 或者四五个 那种小党 那比较不重要了 主要政党 你比如澎湖 澎湖 那你现在 现在现在做一届嘛 他原来做过了 原来做过两个 后来重选 又选上 但是因为马公市长 也出来跟你选 原来也都是蓝营的 人机也蛮旺的 现在的选举是这样 你一对一 大概那个距离 都不会差太远 蓝绿一对一 都不会差太远 大概就是四十几% 五十几% 对四十几% 最多就是这样子 很少看到 什么六十比四十都很少 一对一绷紧 就是五十几比四十几 那你赢的也不会 就是五十几嘛 你又加一个人进来 你怎么选呢 你自己想嘛 对不对 你加一个人说弱的 也就算了 不理你 像以前也不是弱了 也不一定弱了 像以前台北 他真的是气饱了 宋楚瑜选 票不高 为什么就被气了嘛 王坚宣选不高 为什么又气 就是都支持马英九了嘛 其实是这样子 然后打败陈水扁 那时候大家为了 打败陈水扁 所以票都集中在马英九身上 虽然王坚宣条件 一点不比马英九差 但是没办法 那 所以是当时 讲时候 我会有点泄气的原因 就是说当时李登辉乱搞 对不对 所以新党出来 然后都是不要的国民党里面的各种资源 不要国民党的 国民党当然有很多优势 不要 另外出来奋斗 这很辛苦的嘛 但是一到了选举 你比如王坚宣跟马英九 大家都觉得说 马英九胜算比较高 为什么 除了个人条件以外 还是有国民党嘛 还是有党的支持嘛 国民党比较大嘛 胜算机率比较高嘛 所以还是支持马英九吧 把王坚宣票转移吧 我是赵浩康 欢迎你回到赵浩康时间的现场 大家在问 明天投票了 到底怎样 大的方向来讲 民进党已经阻挡了一百万人 不给你投票 我觉得这最严重的 我觉得国民党 这点应该去 早就应该有警觉 要去抗议 有没有抗议 有 够不够 不够 你就以除级来讲 对不对 你这个除级 甚至没有什么道理 对不对 两年 把你户籍给你除了 然后呢 除掉以后 你想回来投票呢 还得再住四个月 第一个 很多人不知道 还要住四个月 信冲冲跑回来 以为可以投票了 发觉 没资格 那除级是因为疫情啊 他不是要愿意啊 那时候疫情怎么回来呢 对不对 回来这边要关 回去那边要关 所以就 回不来嘛 那时候班机 什么都很少嘛 这不能怪这个个人啊 你政府要想办法 对不对 选举 选举权这么重要的事情 就把人家剥夺了 所以那个时候 国民党立委 在立法院有抗争 但他们当时不知道这么严重 我觉得 他们当时也不知道 会有这么多人 结果现在就是这样子 所以当时呢 内政部 就那个内政部长 打死就不肯给你放官 这30万人 我告诉你 七八成都会投篮的 你自己想嘛 那民进党也都算好了 是不给你投 确诊的 现在当兵的 最多一定是大小三通的 我讲 他今天小三通 我看政府说 哎呀我们拼 在春节前给你开了 等等 他就是给你推到选举之后 你自己想想看 小三通回来什么 一定台商比较多 台商 七三好不好 七成支持篮 三成支持率 七减三 你差40%的选票 那不少 你要知道 我刚刚讲说 现在选举 一对一的选举 都不会差太多的了 就是四成多比五成多 这就了不起了 很多的选举都是 51%比49% 达到这么接近 你少个百万张 少个百万的40% 少40万张 不得了 对不对 这100万人可能 70万投篮的 30万投绿的 70减30就是40万票 分布在各地 我昨天 邵康上线了 访问徐宏廷 他说光台北市 大安区 今年就少3万多票 就是我刚讲的是 100万多票 你自己分到 全台湾 光一个区 还不是台北市 大安区就少3万多票 少了3万多票 里面还有新的 就是第一次有投票权的 所以他可能少 4 5万票 知道吗 就是我少了4 5万票 因为有新的补上来 所以我看起来 我只比4年前选举 少了3万多票 其实你可能少了 光一个大安区 就少4 5万票 大安区 是很难的地方 就不给你投 怎样 对不对 就是不给你投 这个很恶劣 这才是最基本的 最严重这种事情 但是国民党 没有什么警觉 傻傻的 现在就 你现在来不及了 你现在怎样 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不知道怎么讲 这才是最根本的 你们在那边声势力竭 办什么晚会 登广告 宣传车 你怎么能叫出 40万票 那个是很不容易的 接下来40万票就没了 轻轻松松就不见 民党就 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说 这次选举结果怎样 这就很难猜 你光凭这个 就少掉这么多 所以等等记者 还要来访问我 说哎呀 这个看情况 气势 民党不会选的好 我说你怎么 我还没讲 但是我只想说 你怎么知道 民党不会选的好 你怎么知道 不知道 选举没有投下去前 谁也不知道 你就以去年 那个公投为例 好了 公投 没有投之前 不大家都认为说 蓝军会赢吗 整个看起来 整个社会的气氛 都蓝军会赢啊 至少莱猪 反莱猪会赢吧 做民调 那个时候 没有人要吃莱猪啊 投下结果 吃莱猪赢了 你怎么讲呢 这没想到对不对 就是这样子 当然 那个时候跟现在情况 不完全一样 因为那是全国计票 现在是分地计票 比如那个时候 台南高雄加起来 吃莱猪的 就已经把全国 不吃莱猪的都干掉了 光台南高雄就够 光高雄一个地方就够了 所以我那个时候 哇 我说高雄一个地方 就把台湾全部都赢过了 那时候民进党还骂我 我说你是什么意思 你为什么这样讲高雄 我说我是这样 高雄是赞美高雄啊 我是 对从你民进党是反对 你民进党是爱要吃莱猪的吗 那如果高雄一个地方 要吃莱猪 比要不吃莱猪的 剪下来就已经可以 cover你 这个涵盖你全国的反对了 那从民进党的角度 应该很光荣才对 你怎么觉得我在羞辱你 我哪有羞辱你呢 我是讲一个事实 他们不讲话了 怎么了 他第一时间觉得说 我好像在羞辱他 没有啊 我只把票算给你看嘛 选票就是 公投的票当时就这样嘛 高雄的要吃莱猪的 比不吃莱猪的 剪掉以后 这个票就比全台湾的 不吃莱猪 比吃莱猪的赢的都多嘛 所以就全国就输了嘛 但这次因为是地方选举嘛 不会嘛 对不对 假定高雄 假定啦 民进党赢很多 假定那就是一个高雄嘛 他也不能去 那个多出来票给台北来用嘛 多出来票给桃园用 是这点不一样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以上次 那你上次其他地方也赢不多啊 就是不吃莱猪的 不要吃莱猪也赢不多啊 才会这样子 你赢很多也不可能被高雄的地方就翻倒了 其他地方还有很多地方还是输的 所以我的意思说 不要以为选钱好像看起来气势 什么一大堆 那个票投下去 才知道啦 我是少康 你回到早少康时间的现场 提醒大家一下 今天的TVBS 今天是我的主持着邵康三集市 今天是晚上10点到12点 live 10点到12点现场节目 那因为明天要选举嘛 那所以呢 大家今天情绪可能会比较热烈一点 那他大概之前他要去转播一些现场的一些活动 所以呢 就跟我商量说 那就我们就做10点到12点现场 我说好 那就做10点到12点 好 第一个 刚刚我给你讲个大事 大事今年一定要关切 那个100万不能来投票的 到底结果影响会怎样 民进党真的很好笑 而且民进党真的很有弹性 你真的不得不佩服他 那你比如说 以前有那个返乡投票列车 今年就没有了 以前都鼓励青年回乡啊 有没有 返乡投票啊 今天没有了 为什么 他觉得这些青年可能对他不是很满意啊 搞了个半天票也不见是他的 那就干脆不要 我干嘛花钱补贴你们 让你们回去还不投我 所以就没有了 所以你看民进党多厉害 多会算 事前都已经精算好 那刚刚有人传一个资料给我了 他说以前投票 都是透明的箱 那个箱头去透明 所以今年是用纸箱 所以要注意要有鬼 这个就有点奇怪 以前这个透明 为什么竟然改成纸箱呢 因为刚刚已经有人传照片给我了 说今年是纸箱 不是透明箱 可能要 这些候选人啊 要特别注意 要去真的要监票 好好去监 我觉得还好的是因为 他这次连里长 村里长 市议员都去选 所以人很多了 所以他们大概也会派监票的到 不同的这个投开票所去看 我觉得应该是会 要注意这个监票 尤其偏远地区 那我刚讲 现任的大概都没什么问题了 那国民党的现任的 唯一可能比较有问题 就是澎湖 澎湖这样一分散就没有了 一定是民进党当选 因为分 就是说两个分散如果差很远 那也还好 我刚刚我上次讲 王建轩跟马英九 宋楚瑜 那都是差很远 那我刚讲说 为什么当时我觉得 有时候也不太公平 就是王建轩 对不对 人家当时最好的财政部长下来 那时候为了对抗李登辉的这个黑金 因为王建轩有几些税的政策 李登辉就为他的朋友 就反对王建轩 然后呢 这个王建轩就愤而辞职了 后来我游说他出来选立 那也都做得不错 选市长 马英九没有出来以前 大家都来跪求王建轩 你知道 有多少人来跟王建轩讲 你要选了要选了 王建轩好不容易同意以后 马英九出来 大家又来跪求王建轩 叫王建轩退选 那个是很难堪的 那是情何以堪 就是这样子 好吧 所以那时候票集中 王建轩后来说 好好好 让马英九当选吧 他有这样表示 除了这种情况 就是差得很远以外 如果拉接近 就是民进党就会当选 所以澎湖现在大概情况是这样 我觉得澎湖现在情况 对现任很不利 因为两个国民党都会落选 我看澎湖的情况 是两个都落选 只有民进党会当选 那苗栗 苗栗基本上也是两个国民党 不过就是可能很悬殊 我讲除非这样悬殊 我看起来很悬殊 所以苗栗看起来中东 仅是有机会当选的 现在看起来当选的距离比较高的 那这个屏东 屏东原来都是绿 很绿的地方 但这次因为三个民进党的男性立委 好像没有很积极的支持提名的周春明 所以呢让苏清泉看起来是有机会 屏东是有机会的 我看他这两天的肇事人都蛮多的 基隆 昨天我去基隆看 我觉得谢国良气势不错 我认为谢国良会当选 基隆会 那其他地方反正就是该连任的 台南那天去看谢龙界的参会 是反应很热烈 三百桌坐无虚席 那个是每个人还出一千块 三千个人在台南 也不简单 他们跟我讲有点人心思变的味道 不过不容易 台南要翻转不容易 但是看看吧 上次高斯波就没有输很多 好那大家真的焦点 还是在台北桃园新竹 新北没问题 会一定赢 赢多赢少而已 那台北桃园新竹 新竹看起来国民党不妙 新竹看起来 这是我个人的预测 当然我有很多的资料 等等我有很多的研判 我也不告诉你怎么研判的了 也不能讲 依法也不能讲 那新竹看起来国民党不容易 那就剩下高宏安跟沈慧宏 两个 两个到底是谁 就看你从哪个角度看 一种角度说 不要民党当选 那当然这些人就会去支持高宏安 那如果说 虽然 国民党看起来胜算不高 但是你总是不能搞太难看 还是要支持党提名的 那这些人就会支持林耕仁 就是看你怎么想 桃园 台北市 我就跟你讲 就是那一百万 被民进党不准投票的人 最多其实就在台北 新北 桃园 在这些地方 所以到最后会怎么影响 不敢说 你如果问我 我觉得 国民党的候选人 应该是会赢 台北 蒋宏安 桃园 张森 应该会赢 但是赢的可能也不会赢的很多 但是 不到最后关头 真的没有人知道 因为 我就刚刚讲 那么多人不能投票 还有天气 如果天气下雨 等等又会影响到一些人的投票意愿 还有疫情 也许又有些人 他不想出门 总是有些嘛 像这些其实都 都会影响到选举的结果了 那我是鼓励管理支持谁了 都去投票了 好不容易 那投票 按照邱淑提跟我讲的说 去投票的风险 比打疫苗的风险还低 就染疫的风险 因为你打疫苗 你也不知道你前后左右是什么人了 对不对 而且有打疫苗还排蛮久的 在那边 排蛮久的 我去打疫苗 做一窝子的人在那边 那你 选举很快嘛 其实很空旷嘛 选完就走了 好戴个口罩戴好 好我们时间到了 祝你个愉快的周末 谢谢